今天要拍這部影片要講的是 要怎麼去挑魔獄的方塊 就是很多人會在直播的留言問我說 哪一顆跟哪一顆比比較好 但其實並沒有哪一顆比較好 所以我就想說拍一部影片做個比較 那左邊我是從這個價格高到低去拍的 這顆是還沒有上市的超級威龍 這顆是SUPER RS3M V2 這顆是V9就是一般的V9 這個是華夢 這個是V5 對它也是R13M 那你看這個是魔方教室的吧 這個是比較屬於這個是旗艦定位的 這是魔方教室 那這個是華夢的話就是獨立的品牌 旗下的獨立品牌 這個是杜宇森設計的 所以它的LOGO是比較不一樣的 好那 首先這一顆的價格差不多是1700-1800啦 所以這個這一顆的價錢是400塊 同樣都是有UV的 但是價格這個可以買這個好幾顆 可以買4顆多了 但其實我自己而言 我拿這一顆轉的秒數反而還比它慢 所以你要去判斷方塊適不適合你 不是用價錢去判斷 因為這個價錢相差快5倍啊 但秒數我拿這轉比較快 但也不一定是因為 也不一定說便宜的就比較快什麼的 就是你要自己去嘗試一下 像之前我主力是V9 這個價錢是1000塊上下 1000塊 這個的秒數 我自己測就跟這個白轉是差不多的 那 滑夢的話 因為這個滑夢它 有點太硬了 而且 我這一顆是有去改過 把它改成彈簧 因為原本是直旋幅 我覺得太滑了 所以 這顆方塊 我自己覺得不太適合我 因為它原廠真的太硬了 我有改過一些東西啊 好這個 還是有人喜歡啊 你也可以 可能去專櫃試轉之類的 那 這個 這個方塊是 RSV2 這顆的話 我覺得就比較 呃 比較尷尬了 因為我覺得是這幾顆裡面 比較 相對來說比較難用的 結果我從來沒有把這顆 當過 主力 也沒有想過它當作主力 因為 第一個是它的大小 是 比 這邊都還要大的 跟這個是一樣大的 再來是 它的 手感 呃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但是 我不是很喜歡啊 而且我也沒有看過有人 拿這個當主力 所以這一顆 我自己是覺得不太推薦啊 畢竟 它的價格是 一千 一千一百多嘛 一樣可以買 三顆這個 這兩顆的 性質啊 結構 我覺得都很接近 很接近 而且 手感方面 我自己覺得 這顆反而比較好啊 比較好轉啊 而且更脆 只是說它的 定位感 定位感 這顆會比較弱一點 不過你還是可以 經過調整去改善啊 那這一顆我就真的不推薦了 再來是V9 V9就是 怎麼講 它轉起來 彈力很強啊 因為它的磁是 非常 非常強 因為我這個條比較黏 所以可能感覺不出來 但 它 正常 正常 它是會直接 就是 吸回去 不會這麼慢啊 我加太多黏的油在裡面了 那這個 這個也是啊 它也是吸的蠻快的 只是 我加了很多 偏黏的油啊 因為它出廠真的比較滑一點 好 再來是這一顆 因為這邊都不是原色的內盒嘛 像這個是 這什麼顏色 呃 我不太知道 但應該是什麼 水藍色嗎 還是什麼的 這個是跟這個一樣的 啊這個 也是這個顏色 這個也是這個顏色 都是一樣的 除了這個是原色 原色的方塊 我覺得轉起來 就比較軟一點 跟 這種方塊比 像這個就比較 都是屬於比較脆的啊 那 如果是說 脆度的話 這個是最脆的 但是它 缺點是 太硬了 太硬 再來是 再來應該是 這顆 對這顆也蠻脆的 不過這個有個缺點 可能是因為它真的只有 四百塊 它的這個 壁殼 好像是比較薄一點 很多人 它摔到一次 兩次 它這個就裂掉了 就要去補件 但我其他的 摔這麼多次 像這個V9 我摔過很多次 它都沒有出現 裂掉的問題 這個也都沒有 那這個肯定 新的就沒有 這個也沒有 所以 我自己 我自己 推薦 如果你真的要買 如果你 可能 有一千塊左右 我推薦還是 這兩顆 它的 手感太極端了 這個我本來就不推薦了 它這個 太硬了 其實 喜歡的也不多啊 這個我就 覺得 不會讓 就不會推薦給別人 那 這個 因為這個快要兩千塊嘛 主要是太貴 撇住這個原因 其實它還是 蠻值得買的 所以如果你有預算 預算夠的話 這一顆絕對可以 可以買 再來是這一顆 這個就是 中規中矩啊 沒有什麼 太大的缺點 除非你不喜歡 這麼 強的磁刺 你可以自己去 自己去改啊 再來是這一顆 如果你 沒什麼錢 我推薦 買這個 這顆真的 我覺得 比起這些 而且 因為它賺的真的很便宜啊 四百塊 而且有球軸 對 它是球軸定位 四百塊 就是說它沒有磁刺 不過這個不影響 它的秒數啦 因為我在這幾顆方塊裡面 轉 這顆秒數是最快的 再來應該是 應該是 這一顆 那這一顆呢 我還在習慣 我還在適應 所以 之後會不會變主力 不一定 我目前還是拿 這個最便宜的方塊 所以 喔這些方塊都是 魔衣寄給我的 所以 我也不會說 就直接拿最貴的 當主力 就是我一定會挑一個 最好轉 描述最快的 那目前就這一個 那 代表它真的很好用 好 所以 我今天推薦的 基本上 就是 這三顆 這個 快兩千塊吧 這個的砍半 一千 這砍半 四百 所以 你們可以自己去 選一下 至於這兩顆 除非你想收藏 不然我不太建議 入手 對 就這樣